欢迎收看云端最前线韩国瑜制报被监控 这背后到底是国家公权力被滥用 还是韩市长 你应该找个时间去找精神科挂个病号 OK中间选民已经给郭柯王三人结盟 给他们绿灯通行的讯号 什么时候这三个人才会家族游门往前冲呢 这种看一看最新的相关性画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K就如同李嘉芬夫人说 他老公韩国瑜目前是中华民国头号的政治受虐儿 整个国家机器对他们全家进行非法的监控 包括他们家农舍上面有什么空拍机经过 直升机经过了 他们去度假打个麻将 也被高阶摄影机拍得一清二楚等等 OK最新的相关新闻是说 他的坐车市长的坐车 有人在里面加装了所谓追踪定位器 或是定位追踪器 到底怎么一回事 自曝他的车子恐被装追踪器 骂了半天 说国家公权力介入 这非常不应该把民进党拖进来痛骂一顿 结果不针对你的所谓指涉的民进党 提出强烈反扑 包括诉诸司法的程序 结果反而去提告一个他 这个他是谁 上一次他说这个有一位前市府的员工 因为钥匙没有交回去 市长办公室钥匙没交回去 所以他几次打开门跑进去 他说将正式提告 多次闯入市长室的员工吴建宏 这个当然可以告 可这个事情跟你讲说 国家机器对你的监控 这间到底有什么样子的逻辑关系 一追踪器是藏在汽车的引擎盖内 新闻局长王浅秋说 目前没有办法证实 但这个说法最好不要说 因为专业的征信业者都说 把追踪器放在引擎盖里面 是根本行不通 因为高温 可能他没有办法作用 所以有人立刻做一张手板说 立马帮帮忙 要指控 也要符合现实的尝试 韩国一字报车子被装追踪器 民进党议员说 你不报警 我帮你报警 这个保护市长安全是人人有责 更何况未来你是中华民国总统的候选人 你的人身安全就是国家的安全 我也主张立刻帮他报警 你不报 我们帮你报 因为这种事情 按照警方跟检方的解释 他必须是怎么讲 有去报案 他们才能够做侦查 如果你只是空谈 国家公权力 是没有办法介入 来还你清白跟真相的 那这个立刻网友就A了一下 韩国一字报做车被装追踪器 网友审议说 第一个嫌疑的包括你的夫人 是不是李嘉芬帮你装的 OK 余秀怎么看这件事情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子 韩市长 稍微看着黑鞋就开车了 看着黑鞋就开车 对 因为这个其实不好 而且你看讲的 讲头讲 讲讲的人罪照 没有办法证实 那去提告这个 当然他有提告的权力 但是我们常讲拿大炮打小鸟 是 你讲的是A 你怎么会去告 当然B他可以告 是 当然可以告 当然可以告 但是这个会让人家 越看越好 这要做我们的总统 没什么 怕死 怎么会是这样干呢 是 那其实话讲回来 你说选举的过程当中 人的关系叮叮叮叮 我们也曾经在排行程的时候 也会有不同阵营的老朋友关心 你去 你再安排 我们会拿上来说 好怕啊 拿上来说嘴 不会 为什么 因为本来人的关系都相互 相互争取 相互说服的过程 你爱去 你不要去 你要算你不要算 或多或少都会这样 那如果是这样 你看韩振营非常有趣 跳出来不支持韩市长本人 包括潘局长 还有其他人 连张善政现在是团长是不是 国政顾问团团团团长 他说他也接到电话 很严重 我觉得民主时代 大家相互去说服的过程 这个很难避免 但是最怕的就是像这样 一下又有追踪器 一下又有直升机 昨天晚上网络上很多人讲说 那在下一步可能就是 要植入晶片 植入晶片 做思想控制 到底是晶片植入脑 还是他的脑被 脑植入到晶片里面 这个等于是作用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 不健康 搞得大家 就让我觉得说 你如果没跳出来说 你要跟进 好像你GIFSA不够 好像跟市长不够近 我的政治分量不够 没有人跟进我 对啊我觉得 合股这样干了 我觉得其实 他该去好好想一想 就是为什么 我举一个例子 这也非常严重的问题 国民党在六都里面 只有三个执政的县市 包括他自己候选人 台南台中跟新北 对台中台南台中跟新北 也就是说 三个里面 你自己不能算 那两个都不接你的主委 这是何等严重啊 这个你的蒙古王公 铁帽子王没有一个要理你 你这些满汉八大人 旁边回头一看 通通都跑回蒙古草原去了 对啊这个怎么会是 假设你可以想像说 这个2016年的时候 这个蔡主席要拼总统的时候 你可以想像 陈菊公开讲说 我没想像 你可以想像 赖清德讲说 我没想像 你可以想像吗 没有办法想像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这样 就是说 有的时候外在环境 所以你某种程度认为说 他的内院失火了 所以把他这个东西 透过外部制造一个 所谓想像力的集体 所以想像力暴力的集体 同色对象 叫做民进党的中央政府 透过国家公权力的滥用 来压迫我 对啊 所以转移焦点 一切都我们大约说赵清 OK 一个总统后选人 见他自己的主席 正不正常 很正常 是 哪有那个轻主席 在楼上 他好像有戴帽子 然后从第二次人跑了 然后吴主席出来讲 怎么会是这样干 为什么 对我不懂啊 就是说 你可以想像这个情形 不是提名 不是过了 不是很高吗 不是也 好像看起来也都冰墙马壮 是 怎么一下侯友宜 一下卢秀燕 不支持 对吧 那只剩下林芝妙现场 他就还没给我摸 所以我是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 你看他太棒去占这样的版面 然后一直不断去丢这个 其实不健康 是OK 不健康 OK 那高博士也麻烦您就这一题 就您的评论 在您评论之前 我还是这句话要提醒市长 你们未来都是非常重要的 什么样 政治人物 也对国家前途有关键性影响力的人 然后汇率法师讲过一句话 他说当你要开口说话时 你所说的话 必须比你的沉默更有价值才行 就是哭手一整天 我这个酸菜锅 至少已经备了半年的分量 真的 每天都给哭手 哭手半年 OK 坐车招装追踪器 总统府回呛 请韩国瑜立即提告 因为你唯有提告 因为这是告诉乃论 你提告 整个国家公权力 才可以站在你的身边 保护你 以及你家人 免受他力的介入 我觉得麻烦你立刻提告 立刻提告 我们一定会跟蔡总统 所领导的中央政府 站在挺你的这一边 OK 韩国瑜称坐车招装追踪器 高雄市政府警察你说 市长市不提告 你不提告 只是在做公关操作 怎么可以呢 难道就像我刚才讲 只是在制造一个想象的暴力的一个投射对象而已吗 OK 他有人去说 我也被跟揭 代表你的政治分量真的蛮够的 王定领寓说 你们是不是都得了被迫害妄想症 我觉得昨天有一个比较 让大家感到疑虑的 就是说 国家机器监控 寒蝉效应已经浮现了 蓝营说 韩国瑜的一举一动都遭到掌握 不要用想的 立刻提出告诉 是谁在掌控你们 我也很想了解 国家公权力绝对不准滥用 不准为私人所用 更不准被政党所用 谁监控你我一定站在你这边 我难得站在国民党这边 这事情我一定站在你这边 有位精神科医师说 韩国瑜的麦克风 包括没有声音 他都怪民进党 这真的很奇怪 精神科医师说 多疑和酒瘾可能有一些关联性 高博士怎么看这件事情 首先是不管说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 其实当然我们一定都是不希望 国家机器去揭入选举 这是绝对的 但是其实我觉得是有多少证据 我们就说多少话 好那举例来讲 其实韩市长被跟肩 这个议题其实我们每天在网路上面 我们爬虫也是都有去监控 这个议题的一个网友的反应 那其实这个议题基本上是负贫 是非常多的 好那我们就想说 其实韩市长丢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出来 他其实可能是希望说去博取一个声量 好那这个声量呢 其实现在看起来呢 如果说他变成是一个负贫的现象 其实反而变成是每天我们光是在处理 他的这些所谓的假设性议题 其实我们会觉得这样比较像是一个花式选举法 就对于年轻 花式 对花式选举 其实昨天有一个那个香港的媒体有提到说 其实韩国瑜市长所最近抛出来的一些议题呢 其实包含这些所谓的被害的这种指控 其实他有点是觉得说已经开始在放弃年轻选民跟中间选民 因为这些东西从我们科技宅就是比较理性的这个年轻人来讲的话 其实很多事情其实听起来都还蛮奇妙的 有点匪夷所幸 对就是第一个 比如说就是这个追踪器的话 其实我们科技业都知道嘛 就说这个追踪器 他基本上一定会有一个可以反追踪的机制 什么意思呢 其实追踪器上面他要能够发信号出来 他一定会配装SIM卡那你只要就是拿到这个追踪器 你从SIM卡回去回推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请 是我杨文家干的 这个知道是谁干的 对比如说如果是文家哥去买这个SIM卡 因为你一定是会有 你可以请电信警察去查这件事情 所以你是可以回去去推出到底这个追踪器的发 就是收信方是谁 你就知道是谁来追踪你的 所以如果一般正常的人 他看到这个追踪器的时候 他第一件事情一定是拿着这个追踪器 赶快去报警 对那这个是第一个嘛 所以大家就觉得很奇怪 你为什么拿到之后反而你不去报警 第二个是呢 其实老实说国家机器啊 我们就会觉得 以我们科技业来讲 就是国家机器如果这么容易被发现什么的 其实可以来跟我们多学学 哈哈哈哈 就是国家机器呢 太不专业的国家机器 你从很多的就是 其实很多那些就是形式新闻上面来讲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真的要去 确认一个人的不在场证明 他是可以去用手机的讯号去定位他在哪里 所以其实你不需要去装追踪器 其实你直接去定位手机就可以了 OK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第二点就是 其实如果真的要扯到国家机器的话 其实国家机器有更多的方式 可以去做的不漏痕迹 所以我想这所有的事情 其实就觉得这个议题抛出来 其实就是剩下口水 你看他抛出议题之后 其实一天来大家 哦疯狂的讨论啊 然后网路上面其实 老实说我们年轻人有点把他当成综艺节目在看 对就是你讨论完之后 剩下了什么 剩下的就是韩市长的声量 但是这声量到底是正是负其实不一定 那最后我其实要讲的是说 其实如果今天韩市长要去选总统 其实选总统这件事情 其实总统就是一个摊在阳光下被大家检视的人 所以其实如果真的不想要被监视 或者是而不想要大家一直去看你的行踪的话 其实总统这条路可能不太适合 OK 韩市长相关的传闻真的太多 以前黄光晴透过他身边护卫队的人 就讲说跟他开会手机通通收回 对对对 这个停播 那也有人来证明 后来也有人证明 他说要告到法院区 都有证人在那边 还包括很多匪夷所事 以前讲说上班常常换车 那很多韩粉骂黄光晴说 你自己空的 你是不是要去看精神科挂个号 后来证明你就是在换车 为什么这么多让我们觉得说 对自我的那个怎么讲 那种行程行踪保护到那么 让人家觉得说会不会有点过分 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您来讲 并不是一个正面的一个人家对你评判的方向 OK 我开你一个小玩笑 这臭男生比较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 过去在传统cable 第四台的时候 要看成人电那个频道的时候 要加装一个叫做解码器 有时候听韩国语的话 真的还要加装这个解码器 不然你真的听不懂 他的话永远有一层厚厚的马赛克在那边 你非得有个东西把它解码一下 你才知道说市长 你到底想说什么 再说什么 你企图引导我们往哪个方向去思考 这个思考的方向 背后可能隐藏一个 值得我们真正去探讨的那个真实的面向 市长加油 你到目前为止 选总统这件事情远远不及格 不好意思这是我对你真实的评价